梅Q时能延缓衰老吗? 50岁后的中老年人如何科学服用辅梅Q时? 王先生52岁,平时工作繁忙,经常加班,生活节奏比较快。 最近一段时间,他感觉到自己的精力明显下降,容易感到疲劳,尤其是下午时段。 同时,他还觉得自己的皮肤松弛,记忆力减退,白头发增多,开始担心自己是否已经进入了衰老期。 于是他前来就诊,希望了解一下延缓衰老的方法。 通过问诊,我们了解了王先生的症状,对其进行体格检查,体格检查发现王先生的体质稍高,其他并无异常现象。 随后进行血生化检查,通过检查我们发现血浆脂质代谢指标正常,肝肾功能检查正常,没有发现异常现象。 随后测量王先生微量元素,我们发现血清腐霉Q时含量正常偏低。 从王先生的主速和检查结果来看,他的主要问题是精力下降,容易疲劳,皮肤松弛和记忆力减退。 血清腐霉Q时水平在正常范围之内,但也处于较低水平,同时血脂代谢指标也基本在正常范围内,肝肾功能检查结果也属于正常范围。 因此可以初步判断王先生的情况并非是病理性因素导致,而是由于生活节奏快,工作压力大,精神紧张等因素导致的一系列身体不适。 因此我们建议合理安排作息时间,保证充足的睡眠,每天保持7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。 适当增加运动量,每天进行30分钟以上的有氧运动。 饮食上要均衡营养,多摄入新鲜蔬菜水果,减少盐分和油脂的摄入。 适量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,可以选择一些对心血管健康有益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补充剂。 同时增加辅煤Q10,根据王先生的情况每日补充30毫克即可。 对于中老年人,辅煤Q10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延缓衰老,但并非万能之药。 对于王先生来说,更加重要的是调整生活方式,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。 通过合理的饮食,适量的运动,王先生能够有效缓解自己的疲劳感和身体不适,延缓衰老进程。 中老年人出现衰老现象,我们应该及时调理身体,适当补充微量元素。 下面让我们具体了解下辅煤Q10。 什么是煤Q10? 它是一种织容性物质,存在于人体细胞中的化合物。 它在能量代谢和抗氧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, 在细胞线力体内参与细胞呼吸链中的电子传递过程, 帮助产生细胞所需的能量。 因此,複煤Q10还具有抗氧化作用,能够中和自由基,保护细胞免受氧化损伤。 複煤Q10最早于1957年由Frederick Crane教授在牛心脏中发现, 并被命名为Ubiconon-范昆。 后来科学家们发现複煤Q10在人体中广泛存在, 尤其在高能耗器官如心脏、肝脏和肾脏中含量较高。 对此,科学家对複煤Q10进行研究, 发现该成分对心脏有益,还可以提高免疫力。 複煤Q10在能量代谢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细胞呼吸链中。 细胞呼吸链是一系列复杂的化学反应, 将食物中的营养物质转化为细胞所需的能量。 複煤Q10作为电子传递体, 参与细胞呼吸链中的电子传递过程。 它接受电子并将其传递给下一个电子受体, 最终帮助产生三磷酸腺钢ATP, 这是细胞所需的能量分子。 複煤Q10还具有抗氧化作用, 氧化反应是细胞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副产物, 减少氧化反应可以保护细胞免受氧化损伤。 由此可见複煤Q10对机体有诸多好处, 但是複煤Q10在人体中的合成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, 其中年龄是影响複煤Q10合成的重要因素。 随着年龄的增长, 人体对複煤Q10的需求逐渐增加, 但合成能力却逐渐下降。 我们本身营养摄入也会影响複煤Q10的合成, 複煤Q10的合成需要多种营养物质的参与。 根据个人情况补充複煤Q10非常重要, 而且複煤Q10有着较好的抗衰老作用, 对中老年人群有益, 下面我们具体了解一下。 複煤Q10能延缓衰老吗? 煤Q10具有抗氧化作用, 有利于延缓衰老。 氧化应激是导致细胞老化和疾病的一个主要原因。 煤Q10可以帮助清除自由基, 减少氧化损伤, 从而减缓自然衰老的过程。 而且煤Q10参与能量产生, 煤Q10在线粒体内发挥重要作用, 促进三磷酸腺肝ATP的合成, 提供细胞所需的能量。 年积因素会使人体内煤Q10的含量逐渐减少, 导致细胞能量产生能力下降, 从而加速了细胞衰老的过程。 煤Q10对心血管健康有益, 有利于延缓衰老。 心血管疾病是衰老的主要风险因素之一。 煤Q10被认为可以改善心血管功能, 减少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, 从而减少心脏病或中风等疾病的风险, 间接地延缓了衰老的进程。 煤Q10可能对皮肤衰老有一定的作用。 煤Q10具有抗氧化和抗炎作用, 可以保护皮肤内胶原蛋白和弹性纤维不受氧化损伤, 减缓皮肤老化的过程。 该物质能够深入皮肤的生长层, 减少光子的氧化反应, 同时提高机体超氧化物其化酶活性, 有利于抑制细胞凋零, 提高皮肤细胞活性, 延缓皮肤衰老。 辅煤Q10能够提高免疫力。 这主要是因为辅煤Q10能够提高机体细胞的能量, 细胞能量充足能够更好的发挥其功能, 有利于机体更好的清除致病菌和其他变异细胞, 提高免疫细胞的数量, 增强自身抵抗力, 使机体更好的应对疾病, 机体处于较为活跃的状态, 有利于延缓衰老。 煤Q10虽然被认为是一种天然抗氧化剂, 但其摄入量也有一定的限制。 过量摄入煤Q10可能会导致一些副作用, 包括恶心等不适症状。 因此在选择补充煤Q10时, 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, 按照合理的剂量进行。 尤其是中老年人想要通过辅煤Q10延缓衰老, 应该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补充。 下面让我们具体了解一下。 50岁后的中老年人如何科学服用辅煤Q10? 辅煤Q10是一种常见的营养补充剂。 使用辅煤Q10时需要注意一些事项, 以确保安全和有效性。 咨询医生。 在开始使用辅煤Q10之前, 最好先咨询医生或专业保健人员的意见。 他们可以评估我们健康状况, 了解您是否有任何潜在的健康问题或正在服用的药物, 以确定辅煤Q10是否适合。 计量控制。 辅煤Q10的计量应个体差异而已。 人体本身含有的辅煤Q10的总含量为500到1000毫克。 随着年龄的增长辅煤Q10含量会逐渐降低。 辅煤Q10含量下降25%可能会导致许多疾病发生。 维持每日健康可以补充30到60毫克辅煤Q10。 如有特殊需要可增加100到300毫克。 每日补充辅煤Q10不应超过400毫克。 具体的计量应根据个人情况和医生的建议确定。 过量使用辅煤Q10可能导致副作用, 如未尝不适。 质量保证。 选择高质量的辅煤Q10产品非常重要。 确保购买来自可靠制造商的产品, 并查看产品标签上的成分和纯度信息。 最好选择经过第三方认证的产品, 如ASP美国药典或NSF国家卫生基金会认证, 以确保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。 我们还可以观察产品是否有小蓝帽标识。 有小蓝帽标识的保健品是我国食药监督局批准的保健品, 符合我国的现行标准, 使用起来更加安全。 总之, 辅煤Q10是一种常见的营养补充剂, 但在使用时需要注意一些事项。 咨询医生, 控制剂量, 选择高质量的产品, 定期随访是确保辅煤Q10安全和有效使用的关键。 通过遵循这些注意事项, 可以更好地享受辅煤Q10的益处, 并最大程度地减少潜在的风险。 中老年人如何科学抗衰老? 一、心理健康。 随着年龄的增长, 人们可能会面临更多的压力和焦虑, 如退休、子女离家、亲友离世等。 因此, 中老年人需要学会应对压力, 保持积极的心态。 他们可以通过参加兴趣班、 社交活动、 旅行等方式来保持心理健康, 同时也可以寻求心理咨询师的帮助。 二、 大脑锻炼。 通过进行认知训练和智力游戏, 可以帮助中老年人保持大脑的灵活性和记忆力。 我们可以学习新的技能、 阅读、 解决难题、 玩棋牌游戏等都可以锻炼大脑。 此外, 中老年人还可以尝试学习新的语言或乐器。 这些活动可以刺激大脑的不同区域, 增强认知能力。 三、 健康饮食。 中老年人应该保持均衡的饮食, 摄入足够的营养物质。 应该多食用新鲜水果、 蔬菜、 全骨类食物、 低脂肪乳制品和富含蛋白质的食物。 中老年人还应该限制高盐、 高糖和高脂肪的食物的摄入, 减少饮酒和吸烟的习惯。 四、 适度运动。 适当的运动可以帮助中老年人保持身体健康、 增强肌肉力量、 改善心血管功能、 提高代谢率等。 中老年人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, 如散步、 跳舞、 太极拳、 瑜伽等。 中老年人还可以进行力量训练, 以增强骨骼和肌肉的健康。 中老年人抗衰老需要从多个方面综合考虑, 包括心理健康、 大脑锻炼、 健康饮食和适度运动。 通过关注这些方面, 中老年人可以延缓衰老过程, 保持健康和活力。 除了补充腐霉Q10, 还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科学抗衰老。 腐霉Q10能延缓衰老。 50岁后的中老年科学服用腐霉Q10, 需要咨询医生或保健师。 同时根据个人情况选择适合的剂量, 选择质量有保障的保健品。 前面提到的王先生出现衰老现象, 通过科学补充腐霉Q10和健康饮食和运动, 有效延缓衰老。 中老年人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辅眉Q10来延缓衰老。